北京时间8月14号,国际平领导加利亚公开赛将正式开打,率先进行的是U21组的比赛和资格赛,正在16号才开始。 昨晚正赛的种子选手千位也已经出炉,国平这下比赛,由于年轻的主力都去打亚军会了,因此只有世界冠军许新和两位大满卦马龙,丁明是种子选手。 从千位来看,国平的签议只能算是一般,南大方面,马龙在四分之三小分区,和马龙同一小分区,分有两日本主力集成真情和上天人,还有就是丹麦名将乔纳森。 许新则是分在了四分之四分区,许新这个小分区的主要对手,将是日本的单语孝希,两人很可能将在八强相遇,许新顺利闯进四强的话,那很可能他和马龙就会在半决赛提前相遇,这样他们两人将只有一个人闪入决赛,而不能实现巴乱冠家军。 国平征换的主要对手,则是分在了上半区,赛事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奥恰洛夫,分在了四分之一分区,日本神从张本志和则是分在了四分之二分区。 张本志和要是能击败奥恰洛夫进决赛的话,马龙可能有机会完成复仇,也有可能是许新继续对张本志和保持着全胜战绩。 女带方面,国平唯一的种子选手丁宁,分在了四分之一分区,丁宁分区的主要对手将是日本一届时创家纯,两人或将在八强中相聚,而在同一半区等还有日本的十八岁天才小将平野梅雨。 他要有能力闯入半决赛的话,或许澳大利亚公开赛一幕,再上演,丁宁连着横扫石穿家纯,平野梅雨闯入决赛。 而决赛中等着丁宁的或许是国平小师妹,还有很大可能是日本希望伊藤美城,伊藤美城分在了四分之四分区,要是他删入决赛。 那丁宁这次公开赛或许,会人战日本三大主力,虽然这次国平只有马龙、许新、丁宁三大主力压阵,但他们肯定也能顺利的拿下南单,女单冠军。